新闻新闻新闻 新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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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的财经消息 立刻看看大市表现 港股年升三日后回吐 大市低开53点后 一度的跌幅超过200点 暂时来说跌幅去到200点过外 下午是跌200点 阻紧做29,267点 逆市向上的指数 有公用指数 暂时靠稳轻轻升幅去到13点 金融指数向下跌幅去到300点过外 总成交来到1,059亿多 看看旗帜表现 六月方面跌幅去到193点 首在29,158点的位置 7月份跌211点 总成交去到超过6万5千张 看看再会约港股 排头位的腾讯方面 暂时靠稳轻轻升5号阻紧 美团方面跌幅去到1% 阿里巴巴跌幅去到2% 恒大物业有传被股东折养1成2去减持 今天创了5个月低位9.74 其后跌幅存定 暂时跌幅去到1成2过外 盈富基金跟着市走 暂时跌幅不够1% 看看6至10位 有吉利汽车今天创了1个月的新高 暂时升幅去到7% 小卖集团靠稳轻轻轻轻轻轻跳 无起跌29.2的位置 京东物流暂时升幅去到矮近3% 创了是上市之后的新高 有本保险跌幅去到矮近1.5% 京东集团最新升幅去到1% 看看大家关心的蓝筹股 包括汇丰控股暂时跌幅去到1% 最后的公用股煤气也要跌 暂时轻轻跌4千左右 万洲国际在下午停牌 公司表示等待看法根据公司收购 合并及股份回购首则的公告 股份在停牌前报6.93 升幅达到4.2% 成交接近2亿1300万元 周生生说旗下香港店铺销情 正是逐步好转 但是短期之内 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本港零售销售声势年月放缓 但当中珠宝首饰、中标和礼物 4月的消货值就大增超过9成 连锁珠宝品牌周生生说 旗下香港业务正是逐步改善 但即使全面通关 业务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仍然衰事 即使2019年或以前那些 那么多人都需要一段时间 始终一多堆游客到香港 对于生意方面一定有喜益 集团又透露 目前旗下部分店铺减租幅度达到8成 周生生维持全年开100斤新店的目标不变 大部分会围于内地 无线电视离希同报道 油价年升第二日创超过两年高位 有分析认为市场预期原有在供不应求之下 对油价有支持 但是估计升幅有限 大家都在逐步有增产的时候 这都会压抑住油价的升势 当然了近日大家对环球经济复苏 情绪非常乐观的时候 对原油需求是有一个正面的憧憬的时候 对油价是一个帮助 暂时看美国原油价格 大家看着70-73一桶 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来的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卫视焦点 先看最新消息 人民币中间假七日以来 第一次回落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人行出招压止过快升值之后 人民币继续在6.38水平牵远 油价年升第二日创超过两年高位 并早跟俄罗斯等盟友 虽然决定按原定计划增产 不过市场认为步伐太慢 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 商品货币也普遍向好 还未财感官言对话 看见都利好过离岸人民币的 一度都会升到6.37对1美元的水平 最新是在做6.3874 不过银行要出手 压止会率过快升值之后 人民币中间假 由超过三年的高位回落 圆了6年升 就较上一天低了201个点子 报6.3773对1美元 在岸人民币也要偏远一些 曾经下跌到6.38的水平 最新都继续在这些位置 做6.3873 新环社报道 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耶律 不早举行视像通话 伍生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很重要 亦就宏观的经济形势 和多边的合作有个交流 就是在彼此关心的问题上 坦诚交换意见 愿意继续保持沟通 见到美国财政部就形容 两人举行初次的会议 在耶伦上任财长以来第一次 就讨论了在乎 关于美国利益的领域合作 还有坦诚处理 美方关注的议题 都是非常重要 国务院行下报章的专栏 屠然不记就认为 务实解决问题 求同传议是对双方最好的结果 下午的嘉宾 我们由花旗的王帕宁 和我们分析一下会市的市房 帕丁你好 你好 帕丁 看到中美经济官员 连续两个星期都有个对话 强调两国关系很重要 中美紧张的关系 是不是都有些曙光 任何都应该有沟通 有没有沟通 不过投资者就要小心 今次的对话里面 能够释放到的讯号 其实不是很多 包括了一路以来 在等这两三年 贸易战开始以来 一路发展出来 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国安 知识产权 新科技等等的一些很敏感的议题 看来都没起来 这次对话里面 有什么的进展 或者有任何的讯号释放出来 但是至少肯对话 都比不肯的 但是投资者也不需要太快 有很多喘息 唯有拭目以待 看看会不会有些更加明显 甚至乎更加有意义性的对话 出现在未来日子 好 那都继续关注中美关系 那边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发展 另外都留意到 人民币中间价 就原早六点升 是不是都因为人行之前 出手的政策 那个方法都已经见了效 你觉得人仔短线 会去到哪些位 人民银行在最近几次的策略里面 包括外汇的存款准备金率等等 你都见到它释放一个讯号 就是它真的不想人民币 有一个很急促的升值 但是同时间大家要留意 因为人行也好或者内地官员也好 对于人民币升值 就并没有任何提出一个很大很大的抗拒度 所以你说人行在面对未来日子 特别是市场的流动性资金还是很多 资金流入内地的状况也都继续在 再加上人民币本身自己的息差优势 看来短期内你说人民币整个升势 会不会拖垮呢 暂时未见到 但是可能短期内 会因为最近央行的一些行为 可能会放慢一点点 但是投资者可能要留意一下 例如6.4、6.3这些位置徘徊 会不会逗留多一会儿呢 可能大家都在等 人行会有更多迅速释放呢 才决定更加确切的走势 好啊 都要留意着 人行那边有没有什么再新的政策 另外都留意到 油价年升第二天 不创了超过两年的高位 油组和俄罗斯等盟友 虽然维持按原定计划 今明两个月继续缩过减产的规模 即是说要变相增产 但是市场就认为 如果全球的经济复苏 增加供应的步伐可能是太慢 都未必满足到很快回升的需求 见到国际能源署都警告 下半年的油价又再升的压力 至于见到对油价敏感的加指 就反复向上 一度都见过六年的高位 美元对加元是1.2水平上落 最新都继续在这个附近 做1.2071 至于其他商品货币都是做好 当中澳子年升第三天 曾经去到77.7美仙水平 见一个星期高位 最新是做77.35美仙 见到澳洲公布第一季 经季节性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1.1% 按季就增长1.8% 都是比预期好 经济总量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澳洲储备银行经济分析主管 就相信经济复苏的步伐会比以前厉害 家庭和企业财务状况都更健康 再和帕银行谈谈 可能这样看 就是未来的一个议息的时候 究竟央行在会后的声明里面 或者言谈之间 会不会释放出 它会不会有机会提早 对于未来加息有更多的指引 甚至乎起宽松政策 或者Yield Curve 控制率的控制度 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可能会对澳洲利率市场有些波动 但是短期内 你说澳洲走势 除了自己的意识之外 美国自己的就业数据 可能都会继续影响 如果美元继续持续弱势 再加上最近商品货币表现 其实商品货币之一的澳洲市 可能还有多一点空间 好啊 那看到澳洲 要看着下个月的意识 结果都要看着 美国那边的经济情况到底是怎样 谈谈油价 看到油价创超过两年的高位 市场就觉得 油早和俄罗斯等盟友 增产的速度太慢 你又同不同意呢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油价还有多少的上升空间 其实油价在第二季尾 甚至乎去到第三季 可能都还会在很短时间里 有一些叫做突然抽高的水平 甚至乎布兰特旗又为例 会不会有机会去到七十元楼上 但是投资者要小心 就是一方面 是的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那个增产都没有大家市场预期 那么多而已 但是它没有那么多 就是它有增产 但是市场可能会不会有机会 就叫做过度预期的需求呢 市场其实在很短时间 恢复了原有需求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恢复了那么多需求的时候 其实市场和经济一样 都会慢慢回复正常化的 如果这个需求在下半年的时间 奉门一点点的时候 可能就会令到油价在第二季尾 或者第三季 看到比较高的高位之后 可能就会开始慢慢回落 那么投资者呢 如果要去操控油价的投资的时候 那自己就要小心这个状况了 好啊 那拍令就提醒了 油价在第二第三季见过高位之后 可能都有一些机会会回落 另外都转提一下美国那边的情况 美国制造业加快扩张 所谓供应专业协会 五月份的制造业指数 升至61.2 高过预期 数据好都带动过美汇指数 一度带有大概五个月的低位回升 不过始终都是要受制在90这些重要的水平 看到最新都是做89.945 经济数据好 亦都带动美国十年期国债知识率 曾经升至超过一个星期高位 最新是做1.607厘 债息性就减了些黄金的吸引力 金价由近五个月高位回落 在每盎司1900美元到水平的位置增持 最新就做1899.41 市场都关注着 今个星期五会公布的 美国非农就业职位数据 尋找对经济复苏情况的启示 再有美国联储局 脱策关联开刊 唱好经济前景 不过认为未完全复苏 而且通胀升温 都是一些暂时的现象 现在不用急于调整政策应对 就和帕琳聊一下 看到联邦基金利率跌到四月底以来的最低位 你看看反映着什么现象 这个情况对货币政策有什么启示 市场上对于究竟美国何时减买债 甚至何时加息都不断有很大的波动性 时而就觉得下年也有机会 时而有时要去到更后的时间 那变了投资者反而就要给多些耐性 因为其实联储局都告诉你 它就一个有耐性的地方 第一它会容许通胀走得更远 变了可能它对于加息的行为 其实可能真的会被市场走得更远 那投资者可能要留意联储局 起这方面的取态 第二你说减少买债 暂时看下去 联储局对于劳工市场和就业数据 看来亦都是 它会等到很确切 那变了你说在未来的日子 资息线可能都继续会走斜 即是一方面经济利好 就利好了 长息债息就走高 但是短息就暂时都没有起息 这个金价很厉害 都是1900美元这些水平 不过就没什么向上突破的动力 未来后市金价又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其实金价在今年升幅之前 就一直都一层八彩 特别是避险元素又过了 接着及后之后市场上的一些虚拟货币 都抢走了它的需求 几件事加起来 但是去到中间的时候 可能部分一些叫做高风险的虚拟货币 那些资金又流出来 去到黄金 再加上市场上对黄金的需求 资息的走回来一点点 是可能帮到手的 但是投资者去到下半年的时候都要留意着 第一 联储局暂时看来对于加息 甚至乎资息线 整体可以走到有多高 都看来有个限制之下 那是不是一个全面最利好美金的黄金的元素呢 那要声蒙以待 因为其实这个状况不是今天才有 都有了一段时间 但是未来日子市场追逐更多 更多高风险的资产 甚至更多有利息的回报的产品的时候 那黄金还是不是好像上一两年那样 一方面具有投资价值 一方面有比险元素呢 那可能这件事就要小心一点 那始终我们觉得黄金有机会在下半年的时间 会试回一些更低的水平 那帕链就有看黄金 下半年可能要试下更低的水平 看到最新金价都是1900这些水平上落 谢谢帕链跟我们的分析 回市焦店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下半年已经见了低位 基本上29200就撑得住 下午内地A股跌多了 我们港股仍然没有跌穿到 早上低位 早上低位最低是29251点 最多的时候跌过216点 现在基本上即市试了几次 29200的支持 暂时撑得住 最新跌188点 成交1126亿 补充一句 上证指数下午去3600以下 最低上证做3584点 我们看看会有港股情况 去到下午回来 叻的蓝筹继续叻的 例如吉利升4% 万周升4%之后 留意停牌 油股继续得 中石油升3% 但不得的 例如亚里系、友邦、银河娱乐 那些赌股偏远压着指数 当然排第一位见到腾讯先 股价升1元 美团跌4.2 看见阿里是走势一样 阿里巴巴跌4元 恒大物业比股东减持 估计价跌1成2 本来见它收集过 今早早开波不久都跌成成多 最低做过9.74 曾经上升10.3多 但现在又再跌多些 盈富基金排第五位 29.6最新跌1.8 我们看看其他蓝筹 6至10位 先看看 吉利汽车升1.3 看见到 继续表现最好蓝筹 小米都站得稳 未升1毫子 京东物流很棒 上去第一日开市价 楼上 146元多 刚才应该更棒 2618 最高时做过48.15 友邦跌1.5 京东集团升2.2 今天有趣 京东是两个也可以 但阿里是两个 阿里巴巴 就是阿里健康 走势都是偏远的 挺有趣的 其他蓝筹股 今早已说过 金融类股份 拖低大市 包括汇丰和友邦 两个最新跌幅 都超过1% 报完价之后 找专家聊天 有郑嘉华 郑先生你好 杰先生 大家今天牛睹眼望着 是29,400 昨天上去之后 今天下回去 当然没那么过瘾 后市 刚才你跟我说 我看好 又此话何解 其实主要看到 那些牛洪证的报局 其实在29,400 到30,400左右 差不多一千点里面 看到有很多红症在那里 非常密集 如果用旗子淡仓来计 差不多有五千多张 很久没见过这么密集 相反 由29,000打下的牛症 就没什么被人杀 变成了似乎夹淡仓的誘因多大 加上六月第二季、季节 或者半年节 其实你说 猜上去做好看的机会 都在 夹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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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反理论 那么多人看淡 反过去夹上去 第二半年节 就是粉饰昌存 另外你这个十年 美国债息 大家说了这么久 似乎他很少上回1.65 似乎大家开始留意到 拜登无论他说要花多少万亿 他要过到共和党参议院 那个认同不修改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通胀压力暂时可以 暢淡一点 这个都是有利于陆业夹一夹仓 好 刚才你跟我说 三万点有机会 怎么计出来的 这里有 主打就是看牛熊镇的密集区 现在大概去到三万点 就杀了五千多张淡仓的大部分 好 就是看熊仔的重货区 作为一个目标 如果这样 我不如答单问多一句 那的话 当然 现在你说二万九千二 上到三万 其实说真的那句 都是七至八百点 是否有信心叫大家追货呢 现在其实都看得到市场 有些死死地的货 开始翻山 例如你刚才提到的京东 九六一八 其实就算昨天九九八八 这个阿里 他都抽过上去二百一十八元 都很久没见过 虽然今天又没回 所以我觉得都是有课选的 不过就可能要看实一点 不过你譬如说选京东也可以 譬如说阿里 大家还是怕有是非的 你便看回腾讯 或者你九四一那些 都没可能不动 如果要上三万点 挺好的 问一下问一下 那么多贴士 京东也可以 怕就腾讯 或者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艇提到你监管的方面 如果大家担心就转另一样 还有九四一中移动 中移动都有想 说起来有得想 这些强势还行不行 包括我们讲了整天的 吉利汽车 补充一些消息 除了他没有公司 和百度那辆新车 现在说明年会推出之外 其实今天都有些大行唱好 包括就是花旗 花旗提到原来吉利 是获得红海的协助 是可以解决到这个晶片问题 相信它舒缓到这个问题 帮助舒缓的情况 会比同业好 花旗就觉得这件事 晶片的问题 应该可以变相影响比较小一点 买入评级 目标价就看多高 差点亮眼花 看52元以上 花旗看 现在都是20多元 百姓中国 也有野村上调目标价 最新看606元 比今天530多元 还有水位就是买入评级 又是有大行唱好 六日之间 百姓中国 即做Pizza Hut 连锁店这一间 六日之间升了半成左右 当然不及吉利汽车 连升七天 至于外帝工做些坐月服务 近期流行炒些三孩政策 这就高分六日之间升了五成半 远大医药六日之间升两成 留意下午走势首为偏远 还有东方海外 早前有摩根大通唱好 五日之间升两成二 还有六福集团 五日之间升了百分之四 留意六福多强 股价创了超过52周高位 同业周大福都近期追到下 也有高盛 高盛政券在早几天唱好六福 说他估值还是吸引 另一方面就是地产相关股 行龙集团四日之间升了近3% 当然行龙集团就没有公司 旗下有行龙地产 大酒店就是酒店股 做半岛酒店那间 四日之间升了4%左右 鄭先生 这么多眼花缭乱 你觉得有没有哪个选择 其实你六福 譬如说破了这个高位 那现在来说 香港谷针就越谷越厉力 甚至乎那个疫情 现在大家都有个想法 就是不会即时结束 可能如果等于 廣州那边 类似疫情受控 香港这边放宽 国内自由行过来的 这个机会越来越大 所以你六福这样破位 都是一个走势上的突破 值得如果譬如说 它缩回到22元以下 值得可以后低买一点 至于175的吉利 我都觉得它虽然今天是升得急 但是因为我自己就 刚才提到 有机会上三万点 那这些恒新指数成分股的股票 应该没有藉口炒上花期的五十元 但是你说上到二十三四元的机会 都不是没有的 因为始终来说 有了一个正面的发展 晶片不用担心 电车又来 这两样东西都是一个好的藉口 再炒一层 如果你说可以等的 你也是等21或以下 因为这些升得急 始终看到它过去过几月 都是一路下来的 其实蟹货也不少 你抽一抽 可能有人沽下来 那可不可以看一看 在21元以下买回 很清楚了 等于回答JJ问题了 郑先生 他说什么价位 就是买入吉利 上网多少 你刚才说了 21元以下 让他回回信 买入 看二十三四元左右 短线计 不过有些家庭观众 有不同价位买了 又怎样做呢 是否都是看这些目标价呢 例如李太 十八元左右入了 什么价位沽 另一位陈太 就二十五个半 就高过你刚才 短线目标价买入 那是否继续持续持续 你二十五个半买的 我就觉得继续持续持续 那你说你十八元的 你持不持持持持持持 最重要是你信不信我的說法 有機會6月提升到3萬左右 別說一定是資上升到29800 你覺得都有這樣的可能 其實都值得你繼續持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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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如果25元 我幫他多問一句 因為他是高位少買的 你覺得拿到年底還是什麼時候 有沒有水晶球是否真的可以回到家鄉 賺到錢 其實今年沒什麼人有水晶球 我們都是邊打邊閒邊走邊看的東西 我自己的看法很簡單 譬如恆子如果真是6月底之前上到3萬 你都看不到它上25元 我想你都要譬如說下指洩位給自己 譬如說它一跌穿24元 當它有機會去到24元 一跌穿你都要沽給它 即是有些駕駛錯了 這個上落市你不是那麼容易翻上去 好 聽說花旗就唱好晶片的問題 可以稍微舒緩 另一間野村今天都提到吉利汽車 你知道鄭先生之前在上海車展 吉利有一部所謂極黑 就是第一部純的電動車 這個野村估計到年底 這架車的負運量可以去到1萬架 當然有其他的因素我們不能夠詳細說 總而言之野村都是看好吉利的 買入評級目標價是27.8 當然比花旗保守得多 稍微補充完之後 我們又不客氣了 問連跌榜行不行 連跌榜裏面有隻中國電訊 七日之間 我們轉轉了 七日之間跌了超過5% 百威亞太就藍醜了 六日之間就回了4% 當然跌幅不大 新華保險也跌了6日 又是4%左右 其他納納雜雜雜 包括被股東減持的恆大物業 五日之間回了兩成三 當然一半的跌幅相信都是來自今天 其他有安降和新移望上榜 鄭先生有沒有哪些要小心 或者反過來可以留底呢 我自己就會看三四七安降 如果你覺得資源股那個浪潮還未炒得完 安降是幾隻鋼股裡面最硬正的 例如4.8這個附近 其實都可以想一下 短炒還是再持久一點的 如果真的買的話 其實這些都動得很快的 你如果一中 譬如說你看它的波幅10%很容易 五個半、六元那些 很輕易地上去了 當以一個月、一個半月為目標 其實都值得看的 你看到密集區支持的位置就在四個八這裡 好啊 好啊 近來這些增產 即是內地 你知道唐山那裡說什麼 本來限制產量的措施可能會拿走 即是變相令那些鋼材會增產 昨天那些鋼股滑了一陣 今天繼續偏遠 不過鄭先生說中長線 即是再看這個價位來講 應該都有機會直播 是不是 鄭先生 多謝你 時間很快過 下次希望再說多些 有沒有拿著剛才談過股份 沒有的 剛才說京東系 我們下一節會再詳細講 大家留意 我們下午 謝謝 我們下午 在閉會360 我們身邊有嘉賓 譚戰樂 Arnold 在這一起看大市最新的情況 Hello 先談談大市 恆指六月開局 一日好 一日不好 上日大升 碰過29,400 向上突破 今天要回200點下來 臨美市最新跌200點左右 還有29,200 整間去到1,167億的指數都是偏遠格局 Anno跟我們講講 六月開局做得不差 現在又很快陷入整顧格局 大家都很擔心長風營的環行整顧 悶了整個五月 六月是否都會 照版煮碗呢 如果你看基本面上 即現在環球消息上面 圖上我們看到要突破29,500 至29,400 然後再上下一步三萬點 有沒有條件上三萬點 其實如果是科技股 新經濟股發壓力 不需要升很多 繼續做技術反彈 要試三萬點 不是無可想的 六月上旬 我們會建議繼續看上去 短線來講 記得在29,000 樓上的圖是漂亮的 是有個突破勢頭 你可以順著就要洗的 但關鍵是甚麼 大家其實全世界等著星期五個美國飛龍就入數據 市場預料 我亦都相信肯定的 數據一定是好 始終疫情慢慢好 或者不止美國 環球國家上面很多經濟活動回來了 但問題是未來 要看數據 為甚麼要關注都明知是好 就是說數據好之悅 是否市場完全消除通脹誘餘 是否完全沒有相關風險 這就是短期來說最大的轉捩點 為甚麼導致在29,000樓上不能夠一下子升上去 就是等待這些東西 所以部署策略建議 你可能持貨比例一半或七成左右 繼續這樣看上去是OK的 但未樂觀到要買甚麼貨都買了 這樣升上去 未去到這麼樂觀 所以短線來講 整體的叫法就是審探樂觀 其他位在29,000樓上 就望到30,000點了這些位置 但是要突破30,000點了 我覺得大前提及市場能否消除了通脹誘餘 是否未來央行不會提早收水 一定不會說是 去到20,23年前不會加息 要留下有沒有這些想法在這裏 如果看環球的外匯市場或商品市場上 好像是有這些跡象在 所以你有條件順著的細體 所以你又看著2萬9、3萬1 今天回分兩百多點下來 又不算是甚麼 又不是大成交跌下來 大飛龍未有之前 先看看小飛龍 看看就業是否真的美國講到這麼強勁 可以動到現在收水的步伐 我們看看午後有個焦點板塊 就是看看京東系的股販 早段全線有得升 不過最新京東健康就要到跌 京東物流繼續表現到挺強勁 今天有創新高 本身是一股 京東集團今天都上過300元以上 京東健康最新跌9毫 消息面當然就是購物節來著 京東的618週年慶就說開門紅 首日訂單方面39個品牌落單金額都有過億 4,800個品牌成交額按年增幅超過五倍 有超過六成的店舖下單的金額都增長到有一倍 刺激到整個板塊 將焦點擺起9618電商股 這陣子不單止資金就落科網股 再加上碟加利好就是它自己的購物節 所以暫時京東都還可以秤高一線給其他科網股 其實我覺得大同小異差不多 你看看科技指數裏面 整個恒生科指又上回50天線 很多相關的科技股都上回50天線 其實跟指數真的大同小異 近期來說這些科技股處於一個狀況是甚麼 為甚麼之前也很關注飛龍數據上面 或者未來今晚小飛龍的數據上面 原因就是如果市場對通脹 周裡略為降緩化 第一方面這些股份才殺股值殺過孔 有機會形成一個技術反彈 但是如果你純粹集中說京東 我們怎樣去體待618這些傳統的銷售旺季 我的心態是這樣的 你始終說618這些一定是銷售旺季 特別說這個節日 是近一兩三年才開始興起 在低基數效應下 你是預料會有一個比較強的增長勢頭 但這個未必足以扭轉股價盛勢 很難純粹你短線炒作 可能配合科技股做好一點 它便可以升上來 但如果你看回今天的股價走勢在上面 雖然上了一條50天線樓 連300元這些心理關口都不太能夠穩 跟其他科技股一樣 短線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不是太重貨 你也可以繼續持續 但我覺得那個寄望 未必只是集中在618銷售上面 身反而你看整個科技股 是否有機會轉勢 在留意這些東西 好 就是說周年慶可能都是借口 不過當然留意數據公佈 如果今年的周年慶那些活躍人數 金額看看會否有些驚喜給到市場 看看京都物流 會否這隻才是炒作重點 有幾方面消息的 它就說首日至到下午5點 它送單都超過去年全日 還有恆子公司將它快速納入了恆生狀合指數 寄望會否有北水可以買 還有招股價它當時定價是40.36元 是以下限來定價 所以其實各樣加起來 會否給人一個感覺 就是京都物流是有點炒作空間 今天高位上過48.15元 當然剛剛上市的股份 剛好它又很幸運 整個板塊氣氛又好一點 又沒有蟹貨 所以會否只有2618 背後的動力都不容忽視 我想公司都有計算過 在接近618這些時間上 上市完之後就算市場反應差 可以借著這些數據炒出來 你說618整體帶動的利好作用 可能對於京都物流來說 會有一個直接的幫助在這裡 而你看圖上面這些圖也是似曾相識的 上市第一天一支陰竹 接著一個十字星 一支陽竹上回來 接著第四天就創一個上市以來的新股 通常你炒得起新股會走這個PATTERN 但是我有這樣說 雖然它是京東物流 可能是一些物流股 但其實它的走勢 或者這類型股份的走勢 跟科技股增長的類型股份 走勢大同小異 其實都是一些盲目追求增長 股值貴到很離譜 但問題是它的基本因素卻 支持到一個高估值狀況 都是這一類型的股份 現在短線來說 就是通脹的憂慮降運 資金願意去追回這些股份 所以短線 京都物流可能有得炒的 但又未必或者集中在618數據上面 我會建議看46元這些位置 都值得參考 上市來說開始第一口價 亦都說是昨天撒上來 如果能夠穩定的話 你上面又是小蟹貨 剩下暗盤的蟹貨等等 如果短線站在46元樓上 你就可以借著618數據 拆一層上去 但之前說北稅的因素 你就要小心點了 其實你看回順豐 內地的資金 就不太炒這類型股份 沒有港股那些炒得那麼熱烈 所以短線就不要見望北稅 純粹真的薄它 記得要在46元樓上 繼續炒上去 你抱這個心態安全 但如果一圈才是6元 那你又要小心點 會不會有示範照顧價的位置 好了 這個京東的家庭裏面 還有一隻京都健康的 會不會就忽視了它 這隻的特點在於舊產 看看京東健康 京東健康的高位 跟它自己的歷史高位計 回調幅度有去到4.7元 京集團在歷史高位回調差不多三成 今年至今京東9618跌12% 京東健康跌3成 但其實京東健康的業績 看回收入增長有7.8元 以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盈利 是有7.5億 是增加了整倍 即是京調整的盈利是增加了整倍 會不會剛好它又不幸運 撞正科網股的大跌 所以大家忽略了 其實它的業績是不差的這個因素 其實不是忽略了 我想現在這些科技股 或者這些類型股份面對著的問題 它的基本因素有多強也好 但股值支援不到它有這麼高的升幅 雖然它有很強的業績 但你在說預測性 全部都是過百倍的意見 大家預料未來來說 幾年一定要有很強的增長 但市場在上年時的經濟不行 不斷找一些總之有增長的股份 它當然可以炒起來 但現在的大轉變 就是今年炒經濟復甦 市場多了很多選擇 這些高估值股份面對著煞股值的狀況 但煞大跟小二一樣的煞落力 阿倫高位跌下來很多都跌得上 它不是特別差、特別差 但如果你短線走勢 例如3、4、5月份第二季 你又見到它走勢比其他科技股低很多 一個原因就是市場 整個科技網板在上面怕什麼 反壟斷 現在內地的藥品網絡銷售第三方會塌 你會不會說未來壓榨他們的利潤水平 這就是一個風險 所以京東健康這些 我覺得你有貨 我最多延售一百元的自洩位 不建議溝通貨去賣 有一股錢的話 怎樣選擇 現在呢 未來三隻 三隻要選 應該要怎樣選 如果京東有 我選擇京東集脫 始終覺得各方面都有 你始終純粹駁整個板塊 氣氛做好一點 但我想我的目標 都是看到三百二至三百三的位置 美市剛剛好三百元的大關在增持 最新升幅0.7% 當然要留意 來六一百都還有半個月 看看他到市的數字是怎樣 我們先談到這裏 有消息一會